张华县政府11日上午 由民政处长杜国忠说明火化厂事宜 截至目前为止 本县方院厢县西厢表达设置火化厂的意愿 县府将优先列入考量 未来的这个火厂厂是朝向最先进 没有污染而且没有噪音的 这个环境来注重 让我们的官民可以去那里不怕 对我们公司的家乡 也是有一种补味的作用 所以我们政府未来一定 调向这个方向来走来做 张华县政府保证 未来如规划设立火化厂 一定是公开透明没有黑箱作业 设置完成后绝对没有噪音及空气污染 将是最环保最先进的火化厂 工艺频道林俊明 张华采访报道